中国羽毛球队遭遇女篮危机 集体退出瑞士公开赛 国拼的决定太明智 哈喽大家好我是凌晨市的洛杉矶 欢迎来到本期的洛生坎球 本期的话题 我们聊聊中国羽毛球队 那在今天一大早 我们也是收到消息 中国羽毛球队的集体退出在今天开始的 尤尼克斯瑞士公开赛 那本来开展的时间是22号到27号 我们中国羽毛球队是做好了参赛的准备 也是派出了最顶级的选手 那么这一次为什么会集体退赛 在今天一大早 也是 让我们的球迷感到非常的意外 而在今天下午 也是给出了消息 就是 在这次的瑞士公开赛 有多国国家的选手 新冠检测呈阳性 而我们中国羽毛球队也有几位选手 检测呈阳性 所以 为了国家羽毛球队的安全 所以 集体退出了这个瑞士公开赛 还记得在此前 我们中国里兰也是有队员 新冠检测呈阳性 而且在国外 集体进行的隔离进行的治疗 在治疗好之后才集体的回国 在这种情况下 这次的中国羽毛球队也是遇到了 中国女兰的危机 那我们的球迷感到了担忧 确实在国外的一个疫情 非常的严峻 其实不仅是国外 我们国内目前的多地也是爆发了新冠疫情 在这种情况下 不管是这些运动员 我们国人外出的时候都要把口罩戴好 做好了防疫的工作 也正是因为中国羽毛球队的集体退赛 有队员感染新冠 所以中国乒乓球队 在今天也是做出了决定 因为他们在前天结束了WTT新加坡战的比赛 就是马不停迪赶往了多哈 他将主力参加这一次的多哈的明星挑战赛 像马龙 樊振东 喜新 陈梦 刘诗文 孙以沙 王满宜 他们都参加了 但是在今天又突然宣布 以这些主力退出这场的多哈战的比赛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出于国民队员的担忧 首先多哈战 这个比赛算不上一个大的比赛 积分只有600分 或者当打冠军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队员 可以安全的 回国 另外一方面 他和WTT新加坡战的比赛 挨的也是比较近 几乎就没有时间休息 出于队员的安全考虑也是让 国家的主力可以多休息 所以中国拼卸也是做出决定 让这些绝对的主力退出了多哈战的比赛 所以从这方面来看 从中国羽毛球队还有女男这些队员 的情况来看 中国拼卸 中国乒乓球队 这次的决定非常的明智 确实目前国外的一个疫情形势 确实很危险 而且多哈战的比赛 不算是大赛 那给这些年薪的小将去锻炼 也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 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中国羽毛球队 可以安全的回国 还有国拼这些队员在多哈参加比赛 在海湾比赛的队员呢 都可以安全的回来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很快乐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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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